原生收获已,捕食樱桃蟑螂,你见过吗?今天,我们安排,这是昨天我们清理干净的蚁巢,经过一个晚上,石膏也干了,康康取下蚁巢盖子,拿出防桃叶。 康康把油性防桃叶涂在卫生纸上,然后涂在蚁巢的上眼,防止蚂蚁逃出。 昨天用胶带贴住的入口,现在给它撕开。 蚂蚁们被关了一个晚上,现在终于可以出来了,胶带上还沾了一只蚂蚁,康康把它放进去。 刚开始,就出来了几只蚂蚁,慢慢的,其他蚂蚁也陆续出来了。 蚂蚁们在探索着被整理干净的新夹,毕竟用了石膏铺地,蚂蚁们还是需要熟悉一下的。 慢慢的,越来越多的蚂蚁从这个口跑了出来,开始探索它们熟悉的新夹,康康准备放入两只樱桃蟑螂,看一下蚂蚁们做何反应。 蚂蚁们和蟑螂有了追逐,但是还不激烈,毕竟蚂蚁数量太少。 这是昨天加出来的蚂蚁,现在康康把它们再加回去,我们二十倍速播放一下这个过程。 随着时间推移,蚂蚁们越来越多。 樱桃蟑螂快招架不住了,原生收获蚁是收获蚁,它们是吃种子的,所以它们不同于蒙蚁。 看过康康之前视频的朋友都知道,蒙蚁靠的是尾部的毒针,刺向猎物,注射毒液,让猎物失去反抗,然后再进而吃猎物。 而原生收获蚁却不是这样的。 康康观察过很多次原生收获蚁的捕食,我发现原生收获蚁靠的是不断追逐,不断追逐,让猎物最终力竭。 然后它们再一拥而上,把猎物带回家,这是最笨的办法,同时又是最有效的。 注意看,这里明显能看出原生收获蚁的分化,个体之间差距很大。 快看那只大弓,像个将军一样,在指挥着其他弓蚁作战。 下面康康再次加速这个过程。 一个小时之后,我们再来看,盒子里边就剩下这一只樱桃蟑螂了,而且它的腿全部都没有了。 另外一只樱桃蟑螂被拖进了一巢,但是康康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,不知道是被吃了,还是说藏得太深。 大家好,我是康康,如果你也喜欢我的视频,请记得点赞,关注我哦,我们下期见。